好 那警惠你們 這個有一個媽媽的獨子 她過世後有去關煎出來 你們去安養中 探訪誰 應該是她在一百年的時候 兒子因為公安意外 那就是從醫駕上跌落下來 那那個時候其實送到急診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他其實是一個臨床上的腦死 鷹駕是不是 對 鷹駕 公安意外 那這媽媽她本身是有宗教信仰 是慈濟的師姐 所以她一直在在慈濟的這個場域當中 知道器官捐贈 上人在推行的 這個所謂的捐贈 其實是一個布施 所以她覺得這個是她人生當中 一個很大的考驗 對 她在那一刻她就告訴急診的醫師 告訴教育病房的組織醫師說 如果我的孩子救不起來 我希望他有機會可以去幫助別人 對 那那一天我還記得 我接到這樣的電話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音樂會 對 然後我就趕快就是趕到了醫院 那後面也就是真正就是 我們判定了 就是法律上的腦死 那也就捐贈了身上有用的器官 是 對 那這些年其實我們都是 捐贈者 他當時幾歲 四十多歲 四十多歲 應該很強壯 對 那這些年其實我們都是有持續的 家屬的這個陪伴跟關懷 那他 他其實還有另外兩個女兒 但是後來因為其中一個女兒 也是因為疾病的關係 很快的突然就過世了 對 那現在 媽媽現在他其實就是今年年初 就是新冠肺炎重症確診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非常嚴重 非常的緊急的情況之下 一一九破門而入 然後送到了某家醫院的急診 然後受到加護病房救治 那我們也就趕快打電話去拜託 請託那家醫院 就是一定要 就是我們要保持聯絡 這樣子 對 然後給他最好的這個醫療照 安養中心是探望這位媽媽 是不是 對 他後面出來出院以後 他就是到了護理之家 對 那其實這些年 我覺得我會坐在這裡 其實都是這些家屬 給我的力量 那這個其實是我 那個時候得到全國護理 新北市 跟全國護理的護理人員獎 那這就是媽媽那時候 他陪我一起去領獎 那這位其實是我們醫院的心臟 已經移植了十五年的受贈者 對 那他 他那一天 其實我們都留下這一張照片 那這一個呢 就是這是一百零三年的事情 那在今年的時候 我們三月份又去了臺中 對 那去護理之家就是探望媽媽 對 他現在就是一個人嘛 他就獨居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自己畫了卡片 然後帶著堅果的兩罐小禮盒 對 去陪他就聊了一個下午 他很開心 那我們也邀請這個 完全的協會的秘書長 跟我們一起去關懷家屬 那媽媽最後他就是 他是坐輪椅 但是他很堅持 他用住行器一陪我們走到電梯門口 送送你們啦 對對對 他幾歲了 他現在是八十六歲 對 但是他覺得其實 就也是當初有做這個決定 對 對 他他就深信 他的孩子並沒有離開 還是留在這個世界上 這很重要 而且他其實是我當 當時的義德媽媽 就是慈濟的義德媽媽 所以他也很高興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工作場域當中 又見到了彼此 然後又有這樣的緣分 慈濟 真的為臺灣做很多事 真的 真的 對啊 江醫師 不好意思 我請教 到幾歲就不可以關了 其實現在 以前我們做學生的時候 大概都是講六十歲 六十五歲這樣 但是其實現在 要看器官 我們現在 當然剛剛警惠有講 我們會評估器官功能 那事實上 如果說是腎臟的話 腎臟大概六十五歲比較不建議 因為腎臟會衰老 是 肝臟幾乎不會衰老 所以一般 肝臟衰老 幾乎不會衰老 因為肝臟他再生很快 所以事實上肝臟國內也有八十幾歲 還在捐肝臟的 也有 這樣喔 對對對 所以所以因為移植醫學越來越進步 所以所以事實上 不只是受鎮者等待的時間 他也在放寬 以前都 我們做學生都說六十歲以上 不能不能做器官移植 現在都七十歲了 現在七十歲 七十歲還可以 還在接受器官 還在接受 對對對 但是捐的也是一樣 你不能說受鎮的那邊一直在放寬 然後捐的人都都不能不能放寬 所以捐的人其實現在都看病況 看他的那個器官的狀況 是 那事實上 肝臟不會流 還有什麼不會流 顏角膜 顏角膜也不會流 顏角膜也是八十幾歲 都還能捐 對對對 那腎臟的話 講是講六十五 但是我們會看狀況 假設他沒有蛋白尿 腎臟功也都很好的 我們也會選擇性的給 給一些比較 比較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比較太 有點太專業了 比如說比較輕的 那給老歐巴桑 因為他 他的性成代謝率比較低了 比較低了 那對 所以可能一個 一個老腎臟 對 還是堪用 對 還堪用 對 堪用 可是之前有一種說法 我不知道 就是有些器官 他 因為鎮大哥這個問法 有些人可能在想說 怎麼辦 我 我可能才四十幾歲 可是我分到一個 可能是六十幾歲的這個 比如說心臟或幹部 所以之前有一個說法說 有一些雖然是年長者的器官 但他移植到年輕的人身上之後 好像一些相關的那個生理的機能 也會被激活變年輕的感覺嗎 這個 這個其實是這樣 這個有時候我就講 更學理去 那個 或者說我們講的比較簡單一點 像腎臟好了 腎臟 我們的腎臟科醫師常常說 一顆腎臟 我們真正在使用的 他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有一大部分還在睡覺 腎緣 腎緣在休息 那所以當我們我們比如說一個老腎臟 那因為我們只能捐一顆腎臟給一個病人 那事實上我們正常人是兩顆腎臟的 所以這一顆腎臟到了病人身上 他一開始一定會感覺不太夠用了 那些睡覺的腎員會醒過來 會醒過來 會被叫醒 該工作了不能休息了這樣 所以他功能其實是 為什麼我們會說 年紀大的還是可以捐贈的原因就在這裡 他還是可以用 不用這麼貪心 你說我四十幾歲 就拜六十幾歲 我拜後一個 不能這樣對不對 好 那這個 宋寧兄 你剛剛講到你這個自閉了九年 是 那最後是怎麼走出來 就是剛好 最後是 現在江醫師當理事長的那個單位 他們辦了一個家屬下令 他什麼單位 理事長 他自己介紹 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社團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你是理事長 沒有啦 這最近起風拱上去 但這個協會其實很久 很久 從孫悅那個時代就 孫悅 跟陳淑麗的時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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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剛好去參加他們的家屬 夏令寧活動 本來不想去 後來我前進是說 那麼多人去看看有什麼改變 沒有 好吧去看 那剛好就那一年看到有九個還幾個的黑衣人出現在會場裡面 本來不知道他們是誰 然後什麼一色黑 衣服褲子都是黑 到後來他們上臺去介紹他們 才知道他們都是器官受證者 有腎臟的 有肝臟的 那我女兒過世以後 我沒有流過眼淚 那天我流眼淚 我覺得說 總算九年 總算這九年的期待 在今天打開了 你知道 總算知道 他們受證然後活得很好 這就是我的願望 我不知道 他並不一定是我女兒的受證者 但那種感覺都 我選擇是對的 是 是 是 他說我當時去找當時的秘書長 跟他說 我是臺中的家屬 我叫什麼名字 以後你要在臺中辦活動 有缺腳踏的時候 跟我說 我一定來幫忙 所以當開始以後 我從器官自閉症 器官監診後 自閉症變成器官監診 然後宣導的過動額 過動額 便宜也去 秘書也去 好 這個就是 後來這個開竅了 松林兄他開竅了 他就騎手機 全臺灣事業去宣導 器官捐證 是 要騎手機 這很辛苦 對不對 對不對 沒冷氣對不對 沒有啦 漏浴也就漏浴 然後你找很多人簽名 這是第一次環島的時候的照片 有些人 我會請他們簽 他們很樂意簽 包括加油站的員工 那有些人跟你 要跟你說話 要跟你提醒 要問這些東西 但是你簽了 還是要自己去簽 他們就往後退 為什麼他不簽 不是 他們可能心裡心肝痛一點排斥吧 想瞭解 但是又有一點抗拒說 我是不是跟你說 跟你簽個名字 我就要跟 我就說 一直說這是政府的宣導不夠 對 真的 器官捐證 從那年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宣導不是很夠 是 我同意 同意 好 這個就是財政法人器官捐證 移植登陸中線 還有另外一個 而且財政法人 中華民國器官捐證協會 是我的卡就是這一張的 這一張 右邊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協會的 這是協會的 我的就是這張卡 不是那一種的 對 我記得簽名不代表你要關 好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張 這個松林兄 他這個希望大家更多人來協助這個社會 以愛人間 所以他就鑽臺灣四個 你澳洲外騎幾座 如果要說是八字型 罰了兩次 臺灣四年來 八字型 四年來 八字型 八字型喔 八字型 好 最後這次 這次是去南橫 這裡要去 因為南橫重生 對 剛好遇上了中天兄 他們在拍這個節目 因緣機會去碰到 他們本來也不是找我 是 就聽人說我要去環中橫 要宣導這個 他們也很有興趣 所以就這樣一起去做 你快聽說八字 高高安排 對不對 對啊 你看他站在哪裡 就掛這個 自己做 你如果要叫吳文 不可以叫他 叫無契財 無契財 無契財 這個就是他到處 其實是臺灣每個地方 真的是 感動耶 有剛才有危險嗎 不危險 很多人都會染路打結 染路問題 說那是什麼 說你七關鍵證是 政府出錢 幫你租 沒辦法自己租這樣 他講了啦 自公啦 我自己高興感染下去做 是 是 有的像這次在凡南橫 在屏東那邊 要去看一個教授黃冠軍 張黃冠軍的國道警察 好 那等一下來講 那等一下我們也來請教這個 仲天兄 因為他們的紀錄片 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來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